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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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想不到他居然就发布了我们昨天一点来开这个会 这个时间是有一点点乌龙的 但是就变成后来将错就错了 不过好在第三次协商终于坦诚第一项改善疲劳航班诉求 对此长楼大学航管系教授黄泰玲表示 黄航劳之双方对五航线等诉求达成共识 势必会对及时疲劳悲安风险有所改善 当然就是说这个通过之后大概由于一般就是世界上大幅的一个航空 那欧盟的部分当然这一块的部分不管是移民成本 或者是他们的能力部分相对就是会造成一些不断 成本的增加或许会带动就是票价的涨涨 那当然对于航空支票价涨涨的部分消费者转到其他航空支 不管是国际或是外籍的部分